第六十四期禁思生活营今天展开 九个国家地区四百多位学员参加 其中一百五十位的海外学员 一大早就来到词句言文职业中心参访 从小他就很乖巧 就很听话 我们都很疼他 谈到孩子 瞬间红了眼眶 去年十月大女儿刚上大学 却意外诊断出肠癌 发病之快 今年一月底就离开人世 一度来刺激人的陪伴才学会接受 拍照留念也记录感动 来自柬埔寨自家经营职业生意 张瑞瑞认识此季超过六年 去年五月枕边人因为肝肿瘤 撒手人寰 留下百多名员工的公司 因为禁私欲才撑了过来 他就是我的一个精神资助 这个法败和禁私欲就是我的精神资助 所以我真的很感激 感激上人 这样是发着内心的 每一个父母他的生日就是 没有人都完全是加进不了 八个国家一百五十多位各行各业精英 因为禁私生活营齐聚台湾 要学习的是如何过个有爱的人生 大一期文章这些节目的台北报道